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去年里KBSRTV三流之路女主角,在年底获各大奖项提名及拿奖的金志源,目前正收到两部作品《See You Again》和《阿斯达年代记》,因两部男主方面人选分别为李忠说,宋仲基,对于是否出演,所属经纪公司表示都正商讨中。 由Netflix公司制作的《See You Again》之前曾爆出妖金志源出演女主角一职,而男主角也同样向李忠说提出邀请,此部电视剧为100%制作,编剧为曾指比《Oh My Venus》作家金恩智,预计5月开机,如确定合作,这也是李忠说金志源继2011年后再次与对方合作。 另一方面,今早金志源所属经纪公司表示,TVN古装剧《阿斯达年代记》也选择金志源作为女主角,先前男主角已确定由宋仲基担任,此部戏剧也是宋仲基婚后出演的第一部作品,格外令人期待。 此部戏剧由数大根深,六龙飞天的金英贤与朴上渊编剧共同直笔,目标明年上半年播出。 大家熟悉的是两人早已在2016年太阳的后裔中合作,但这次不当朋友当情人,观众们也好奇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。 金志源收到See You Again和阿斯达年代记作品邀约。 翻舍自金志源IG,李忠硕表示收到See You Again作品邀约。 翻舍自李忠硕IG,宋仲基婚后出演阿斯达年代记担任男主角一职。 翻舍自太阳的后裔官网。 翻船最后裔官网。 感谢观看